海洋塑胶后劫暖化最前线 加勒比海上迷你岛国 宣布全面禁用塑胶 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 此季代表团将活跃于各场记者会 推广核心价值 手臂瘫软无力 小心可能是必从神经受损 严重导致肌肉萎缩 您好 欢迎收看12月5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最近提醒您早晚温差大 这流感疫情甚至缓缓上升 上个星期又新增了 两起的流感死亡病例 其中一名是才年仅2岁的小女童 也是本季这流感感染年纪 最小的死亡个案 她并没有接种过疫苗 而这名两岁女童 她是在11月下旬的时候 就确诊感染到流感了 4天之后发高烧有41度 当天就并发有脑炎 肺炎以及心肌炎 当天就不幸死亡了 上周就是新增两例 过程度跟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 其中有一例是东部的两岁女童 她也是本流感器年纪最小的死亡病例 她本身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 不因为高烧然后有抽搐的情形 当下虽然马上就医 不过还是因为并发肺炎 脑炎跟心肌炎而不幸的过世 医生再次呼吁学龄前的小朋友 感染流感后并发重症 像是脑炎或是心肌炎的几率 会比成人高出许多 家长还是要尽早地带小朋友去施打疫苗 目前0.5毫升剂型的公费疫苗 这量已经出现短缺了 这民众在接种前可以到医院诊所确认后 这疫苗是否还足够 如果您手臂太软几乎都举不起来了 这附近治疗也不见起色 那要小心可能是罹患了一种 叫做必从神经损伤的疾病 而透过手术治疗 可以帮助患者摆脱这样的困境 而所谓的必从神经损伤 它可以分成急性以及慢性这两种 急性通常是车祸有大力的外力撞击所致 慢性则是耗发于机能退化的老年人 因为这必从神经损伤 并不会有任何的痛觉 不过如果您的手臂长期的瘫软无力 就要当心了 因为这黄金治疗期只有短短的半年 一旦延误治疗 这手术的难度会变高 病情严重 还可能会导致肌肉微缩 甚至是关节脱落 71岁的潘先生曾经走路 只剩一只手会前后摆动 差距这样子 一点点但也还好 对 37岁的陈女士 车祸后手指能举到和肚子平行 无法再更高 两人都没有明显疼痛感 手臂却越来越没力 检查后才发现 原来是必从神经受损 完全都不痛也不会麻 本来以为是恢复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他们以为是只有骨折影响到的 结果并不是 刃带底下长骨刺 这骨刺 我们所谓的没事转动运动的时候 骨刺跟刃带会摩擦 必从神经是一组颈部脊髓到上肢手臂的神经丛 最常见的损伤原因是车祸和运动碰撞的前隐性拉扯造成 近年来多数采用神经转位手术治疗 不论手肘或肩膀都可以找到对应神经替换 不过这只适用在伤后半年内的急性期 这个肌肉没有神经营养的情况下 它大概半年左右 它这个肌肉的功能 它会从肌肉慢慢慢慢纤维化 纤维化它变成它没有收缩的功能 因此如果超过一年的话 那纤维化整个很严重的时候 你即使神经再长回来 那个肌肉也不会收缩 医师表示如果是受伤一年以上的慢性期 则要改用肌肉移植方式治疗 手术相较困难复杂 但完全放任不管最严重会导致肌肉微缩 关节脱落 提醒民众如果上肢出现无力症状 而且光靠腹腱没有明显恢复效果 得尽早做详细检查找出病因 大爱纯黄一杰登印中台北报道 长达有20多年伤口都没有办法愈合 这样的痛楚刺激人医会看在眼里 给予了三口之家最及时的帮助 帮助了这名无助母亲 照料两名患有脑性麻痹的子女 由医生和护理师组成了患药小组 定期会登门拜访 送暖送关怀 同时也协助患药护理伤口 念着阿弥陀佛 仁医会护理师教脑麻的诗经 以念佛唱儿歌转移患药的疼痛 为了帮他患药 还需要出动三四位护理人员才能完成 他要去一趟医院的话 基本费用就是要四千块 因为妈妈就要请救护车 然后救护车去楼上这样给他抱下来 一百多公斤的体重 妈妈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我们成立一个患药小组去居家帮忙 虽然患药小组成员各自身兼 医院护理师或校护工作 但他们挤出空档天天来拜访 等伤口渐渐好转后 人就每周定期帮忙换药直到现在 伤口二十年来都没有愈合 那我们初次七月底去接案的时候 看到妈妈只是盖一张卫生纸在上面 二十几年来 虽然有去过两家的医学中心治疗 可是都没有愈合 那最爱干嘛呢还是什么呢 妈妈 妈妈哦 患药过程中 任医会护理师们也教导师金仪 说出对母亲的感谢 原本紧张的母女关系 也像伤口一样渐渐改善 在新闻贩售一旬一号台北报道 慈禁仁医会经常会跨国进行议诊 也发掘到当地的医疗个案 台北慈禁医院口腔外科夏医染医生 就分享自己到菲律宾看到了一位患者 他是因为皮肤癌失去了鼻子 当地的医院也束手无策 慈禁将会给予各项的医疗协助 重建颜念也重建他的自信 夏医染口中的病人 住在菲律宾达沃地区 罹患了皮肤癌 肿瘤 当地最大的医学中心 肿瘤切除后 鼻子都被癌细胞吃掉 丧失了嗅觉功能 更可能会扩散转移 当地的医院无法重建鼻子 因而寻求夏医染的咨询与帮助 我有跟我们的团队来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解决 就是做假鼻子了 那做假鼻子 那只好就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子体植入 然后利用假鼻子来帮他恢复外观 夏医染因为治疗菲律宾下额肿瘤 病人沙拉 民生在菲律宾口腔外科医学界传播开来 许多医院因此经常邀请夏医染演讲 甚至提供严重的炎恶面个案 请求治疗 光是今年他就飞往菲律宾六次 自费自驾 无偿帮助这些医疗与病患 我正好去跟他们交流 可以教他们的技术 那也需要能够传承 希望他们将来学到一些的时候 可以就地帮很多病人解决问题 像纯恶劣的缝补 像一些碰到像Sara类似的case的时候 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肿瘤不要继续扩大 夏医染抱着好事大家做的想法 除了乐于分享医疗技术 同时也计划结合台北刺激医院 口腔外科团队 以及菲律宾当地志工 慈善结合医疗 一起来帮助这些严重的屏蔽个案 大爱新闻 刘蓉庄国雄 台北新天报道 健康密码360单元 今天要提供给您的数字密码是10 今天要谈到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非常常见的睡眠障碍 晚上睡觉时 如果您每次呼吸中止超过10秒钟 每小时您的家人帮您来计算 超过5次的话 就属于离病患者了 建议要尽早就医医治疗 52岁的黄先生 常常觉得睡不好 血压也有增高的现象 前来医院接受检查 经过睡眠检测 黄先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是常见的睡眠障碍 但要如何确诊呢 超过10秒钟没有呼吸 又呼吸变得很微弱 每小时呼吸中止的次数 在5以下是正常 5到15是算轻度的 15到30算中等的 超过30以上就算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睡眠呼吸中止 最常见的是呼吸道阻塞引起 例如鼻中隔弯曲 舌头扁桃线或悬涌垂肥大 多数患者佩戴正压呼吸器睡觉后 会有明显改善 它一个风压进去 把喉咙阻塞的地方向吹气球蹭开 让呼吸道打通 它就不会有呼吸中止 也就不会有夜间缺氧的问题 黄先生佩戴的智慧锁环 显示戴呼吸器时 生眠时间明显变长了 睡眠品质也变好 检查的素质 还有让我次戴呼吸器之后 那个素质比较出来 就完全不一样 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引发脑中风跟心血管疾病 如果有类似症状 最好就医做睡眠检查 对症处理 改善睡眠品质 大爱新闻 张国丹 郭继宗 台中报道 现在画面当中 您看到了一片湛蓝的美景 是在海洋 如果再不好好维护的话 可能都会沦为历史画面 联合国宣布了 启动反塑胶污染行动 尤其是要杜绝海洋污染 每年根据统计 全世界是制造出了 高达三亿顿的塑胶垃圾 高达有八成比例 通通都流进了海洋 根据推算 如果再不好好的维持 到了2050年之前 这海洋的塑胶垃圾数量 将会比鱼类的总量还要多 而在加勒比海岛上的一个 迷你小岛国叫做安蒂卡及巴布达 简称为安巴 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只有区区十万人 却有着万丈雄心 他们已经宣布了 将要全面性地禁用 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鲜花 阳散 白沙滩 这些是独家圣地 一定会有的景色 但现在却多了一样东西 破坏蓝海美景 根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有将近八成的塑胶垃圾 污染海洋 若不改善 到了2050年 塑胶垃圾数量就会比鱼还多 不只造成生态浩劫 也严重伤害人体 联合国召开记者会 宣布启动反塑胶污染行动 出席的还有挪威常驻 联合国副代表斯卡勒 他呼吁自带环保杯 减少塑胶垃圾 而加勒比海岛国 安地卡及巴布达总理布朗 也宣布要推行全国 禁用一次性塑胶制品 安巴早在两年前 就尝试全国阶段性禁用 各种一次性塑胶制品 慢慢改变更多商家经营方式 政策顺利实行 这个岛国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一个 成功全面禁用塑胶的国家 而总理布朗预计明年 要举行公益音乐会 吸引各国游客参加 希望再次唤起众人的环保意识 大新闻整选编译 由富帮贫 强帮弱 这种模式已经行之有年了 是由以开发国家资金 引注开发中的国度发展捷径能源 进行各项的绿色投资 纽西兰也宣布了要在本国内 投入1亿纽币相当于20多亿的新台币 协助私人企业 达到2050年零排碳的目标 会场内人潮汹涌 学者专家齐聚波兰 在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中 一起为减缓地球升温做出努力 纽西兰宣布最新政策 要带动私人企业成为抗暖化先锋 它将与地球移动和商业 较低我们的任务 并把商业和财富的资金 进行一个清净的经济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周三宣布 投入约20多亿台币的绿色投资 让私营部门在2050年前 达到零碳足迹的目标 同样为减碳努力的挪威和瑞士 双管旗下不仅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 并积极种植树木 希望尽早达成零排放 各国做法不同目标一致 这不是国家的议议 而是国家的共产 先进国家不是自扫门迁雪 也有越来越多富有国家 资助开发中国家 对抗气候变迁 根据联合国两年一度的报告 两年内全球援助资金 就增加30% 用来推动再生能源使用 气候变迁的议题越来越紧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认为 2020年将会是个临界点 若各国再不做出决定性的行动 气候变迁带来的灾难 恐将无法挽回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正在波兰举行 而此季已经连续五年 派出多国志工代表来参与 过去都是以专题讲座的方式为主 今年这方针稍稍做了调整了 志工团将在COP24期间 活跃于各种不同场次的记者会 将慈绩的四大职业 八大法应做全盘性的分享 距离第一次慈绩志工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 已经五年 回首过去 今年志工有更多机会 全面性让各国代表认识慈绩 疫情我们所着重的就是 以专题讲座为主 可是今年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争取到十场的记者会 我们可以把商人将我们的一些 共资共思共行的方法 来跟大家做四大八应的 全盘性的一个分享 第二场的记者会 环保教育是分享主軸 我们有超过100万万员 国内的党组 我们有一个精确的系统 我们有一个证明的记录 我们有很多货品 我们有很多产品 我们有很多产品 我们有技术的技术 去做里面 我们的计划 人们的计划 是有种类的 各种地区 所有的计划 都可以去的每个学校 他们可以去的 事业人 但也可以去的 人家 所以 每个人都可以去的 还有 学校 我们需要做 特别的 教育 我们知道 看我们可不可以 其他地方也可以复制这样的model 然后可以多一点的回收的站 或是看其他国家是不是可以 就使用这个方法 然后来做这个回收的工作这样子 此季环保站推动环保之余 也改变无数人的生命 背后的感动 希望让更多人能看见 来新闻黄照峰 罗国聪 波兰采访报导 大爱日不落 此季也持续援助北加州 灵活的受家家庭 发起了是在全美此季 发起了一人一户 木星起爱运动 而这样的行动呢 能够化为一张张的限制卡 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而这些家庭 他们不止受住也互住 因为志工到了这收容所 来进行关怀时 就有居民分享了 他们不仅是自己接受别人的帮助 而自己还有汽车 可以暂时居住 就把红十字会所提供的床位 让给更有需要的老弱妇孺 拥抱是让受灾民众情绪宣泄的方式 I just can't say enough of how grateful I am for the support your organization has brought and the comfort just the hugs and the knowledge of knowing that you're here to help it's been overwhelming I hadn't allowed myself to cry or show any emotion but today when I came in I couldn't stop they just the tears started and the love and support has just been phenomenal you know it just has brought a level of comfort that I couldn't buy that there's no money value to it it's priceles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阅读来自台湾正言法师的慰问性 惶恐的心得以安定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were you were not alone 森林大火烧毁了家 幸运存活 多数人感恩也互助 and we're sleeping in my car you're sleeping in your car now yes I went to the yes I went to the red but I have blankets and I'm grateful and blessed because I'm here and I'm healthy and I don't care about nothing else I went to the red cross the first night or second night and um they had two beds left and as I turn around behind me I saw a elder couple maybe in their eighties and then behind them was a family with children how can I take a bed so I gave up yeah because when I came and he told me about how a penny a day adds up I thought okay I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with this money here I am I sha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your coins and in your hearts 在天堂市 担任24年律师的华特 带了橘子 来表达谢意 when I rebuild my house I want to build an office in the house for Tzu Chi to begin to establish a office here so that we can help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from the city of paradise 炎烧超过两周的坎普大火 已经止息 但美国慈祭志工 发放限制卡服务 持续进行着 每天上百位志工 齐聚災难恢复中心 与受災居民心连心 手牵手 要一起度过难关 大家新闻 真善美志工向财荣 菊佩璇 张晓宁 美国报道 另外带您看到 这是在中国大陆 河北玉县 有一名16岁的少女 突然休学了 让长期关怀的 慈祭志工相当不放心 赶紧到她家里头关怀 原来少女的父亲 刚刚过世 母亲又是离癌末期 她只能够休学 来照顾生病的母亲 志工送上了生活补助金 也带着人医会的中医师 前往为她的妈妈 舒缓癌末的痛楚 许久未见慈祭志工 康宇一见到 蓝天白云的身影 马上给个打拥抱 康宇带着志工进屋 看到满脸病容的母亲 随行的大衣王 赶紧给予诊治 对于这样的病人 从医学上来讲 我们的这个作用 可能也是有限的 还是更多的通过人媒 通过我们的爱心 争取能为这个病人 最低是延长生命 改善生活质量 杨医师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罹患末期 软潮癌的妈妈 病情每况愈下 16岁的康宇不得已 只好休学照顾母亲和弟弟 我妈身体不好 然后跟她学炒菜 她要教我 后来的一个是我炒菜 我做饭 志工这天的到访 除了探视母子三人的近况 他们还带了物理治疗的工具 希望缓解康母的疼痛 一般他们都是 排出来黑纱是非常好的 就怕你排不出来 正常的人一般是没有这么黑的 一边看着志工把母亲刮纱 一边也学着怎么操作 康宇在志工的鼓励下 对照顾母亲又多了不少信心 照顾母亲争取让她早点好起来 虽然都是家里边苦点 但是有很多的人都在帮助我们 共同能力啊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这么关心 这么老眼来看我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绿色的呢就是代表健康 满满的关怀 不仅希望康妈妈的病 能控制住不要恶化 志工更想做的事 能成为康宇最坚强的依靠 大家新闻 正言上人行脚 今天一整天都在新店禁司堂 主轴呢也都环绕着法脉传承 感受到资深志工群坚定的初衷 勇猛精进 有资深志工就回想起早年 没有社区心灵道场 也就是没有进司堂的年代 志工是如何凝聚道心 还广邀菩萨加入 正言上人期许 菩萨道要仰赖的就是志工群的用心 智慧跟要持续的用心浇灌 才能代代相传 之前我们都还没有道场 都是在家里 在家里只有30坪 那时候私选去都可以坐到100多人 还没有进司堂的年代 志工只能到处借场地举办茶会 没有电脑就手写问卷 有心哪里都是道场 建立道心更是代代相传 虽然那个环境很克难很辛苦 可是那是更让我们有更大的零聚力 或者是更学习 那个规划啦 场地的使用啦 我觉得大家在这里真的是学习 而且非常珍惜 让人要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身体力行去做 我们才能带后面的人一起来 不光是说更要身体力行 志工敬天爱地的行动 也骗洒每个社区 从一个点到一个县市 环保站的每一滴成长 仰赖志工耕耘 我一定要一个十年的计划 就三年游点 六年游线 那第十年就前面来推动 团队的力量真的很大 最重要就是要感恩 要尊重 要爱大家 菩提义也从当初 三十位家庭主妇开始 慢慢扩展到了四大职业 即便是这么忙 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法在心里去跟病人互动 然后去照顾自己单位的同仁 我们透过心灵上的处方 我觉得那个大部分的病人 他是更受用的 那对我们自己本身治疗者来说 也是更受用的 这种的无量从一开始 我们要不断地把这样的根 智慧根 有根无理 我们要穿回去 人有心口不痛 人不痛 但是心不痛 我们的意识信念 绝对不颠倒 岁月浇灌的之夜 遍杂全球 代代传承也与时俱进 但不变的是那颗紧紧跟随的心 大家新闻雷雅 吴博勋 简缘集 台北报导 刚刚画面中您看到的是下午的场次 而今天上午由正言上人所主持的岁末祝福 包含了新寿政之功以及资深委员 将近有千人共同演绎了佛典 展现出坚定道心 正言上人期许 粒粒种子 人人都能够相互牵引 无量从一生以法度人 纳绿足迹上人一步一脚印引领慈祭 走过半个世纪 回顾早期志工碧鹿兰绿 四处举办家庭茶会 接引菩萨广行 四十年来 一心一志 不偏不倚 我更花愿生生世世 跟着上人 能够我们一生无量代代相穿 我们到国外去开每一次不同的实际茶会 于是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在国外遍地开花 大爱无国界感恩 大爱无国界自身志工骗洒善种 如今全球五大洲 菩提萌芽 魏成林 原来茶会是传爱的华会 然后回到非洲就无处不说话 无人不渡 很多很多日本籍的志工菩萨 从地涌出 上人我们做到了 会热热精进 时时精进 陪伴我们现在欧洲的本土志工 岁月耕耘成就四大志业 更与时俱进 以科技传法 感念志工提息后进 无私传承 真挚情谊也令人感动 我从母记的身上我学习到 尊重师父 还有用心学习 更要保护上人 所以我会用心在高山传里面 用心演绎 以戏传法 有华就能度 叫做有华度 人人互相相度 不只是今生 还有来世啊 人人互相牵引 这都是一个华的传承 期待呢 历历总是都能一生无量 包含新秀政委员 旧与新知深入金藏智慧海 九百多人共同演艺佛典 场面庄严殊胜 在点点新灯下 共同祈愿 佛心失智会紧紧跟随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一生无量还包含了 志工群的合合护鞋 在台中花博的 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也看得到这样的默契 不定时到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走走看看 巡视各区水电配置 供电是否正常 他是慈激志工林大一 今年69岁 打造展馆贡献良多 当初承担水电窗口 还因此累到 即使累到掌炮诊 医生要他至少休息三个月 但他信心念念展馆 那时常电话遥控 实在按耐不住 不到两星期跑来上工 发行的背后 是希望更多人 走进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退休了 年纪又这么大 还选上我来 这一个水电的窗口 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这个真的很大的荣幸 所以说我很遵循 大爱新闻黄子林蔡玉侃 台中报道 台南辞中与南韩的 大秋市新上中学 缔结为姐妹校 今天有20位的师生 跨海来台交流 太古迎宾竞占演出 令南韩的新上中学师生 一来就有惊奇 而接下来的行程 也是池中的学生全程陪伴 到池中的学生是很有礼貌的 我们学校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环境 然后很开心他们可以来 参与我们学校的活动 然后做分享交流 一起上花道课 韩国学生没接触过 此中孩子亲切帮忙 感情马上升温 待人接物的道理全在里面 我们不通话 但是我们在英语上 我们通话 所以我们会比较相似的 所以是很好的 很好的经验 中间蕴含着教育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 所以特别介绍他们 尽手尽心 蕴含人文的还有茶道课 新上中学的校长 也跟着学生全程参与 体会深刻 教之以礼 欲之以德 新上中学 因为韩国慈禧之工的引荐 和台南区中结缘 两校的互动 留下美好回忆 递结为姐妹校 期盼未来 有更多的交流 大爱新闻 潘云中 郑瑞萍 肖翔博 台南报导 还要带您看到 食物银行 开拔到了花莲慈禧大学 要凝聚的是 年轻人的爱心 手里拿着一包又一包的物资 慈禧大学的师生们将爱心捐赠给安德烈实物银行 我们捐了白米 然后还有坚果饮跟一些卖片 给他们物资的话 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组就更能帮助到 安德烈实物银行首次与慈禧大学合作 一起来守护全台湾各个角落的弱势儿童 觉得就是一个回馈的心 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以前受过很多人的帮助 受过很多人都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 我一直有内心里面一直有个感动 就是我希望能够做弱势儿童的关怀的工作 及时行善 幸福一日捐 活动将进行至12月7号 广邀大众一同来捐赠物资或善款 用爱来点亮贫困角落 戴新闻梁昌才杨爱婷 温国家花莲报导 天泽中恒路专题系列报导 中恒开放巴士通行引来 正面效应包含了带动农业 以及观光经济 不过回首来时路可说是斑斑血泪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古关水坝 网上还有青山和德基水坝 这三个水坝都在中恒便道上 虽然一般民众曾经19年来进不来 不过这条路却是台电工程车 每天的必经之路 大甲西沿线台电设了非常多的水力发电设置 你把它烂了以后上面就会淤积 下面会有掏空的现象 为了让中恒沿线的水库和电厂正常运作 古关道离山的中恒便道 早在十多年前抢通 方便工程人员进出 只是外界和媒体记者无法进入一窥样貌 直到最近开放便道 中恒便道其实蛮多这种裸坡的 像这种破碎的结里面之间 它只要在含水量多的话 它还是可能会因为渗水之后 摩擦力降低了就滑下来 边坡的滑动比起整座山头的地滑 算是小屋见大屋了 1990年离山发生大规模的地滑 深度超过50公尺 面积广达230公顷 工研院发现离山地区的掩体特殊 地底蓄积大量的地下水 下大雨的时候地下水位太高 就把土地把它抬起来 那抬起来以后在山坡地里面 以后一边不稳就滑下去 调查发现附近新嘉阳和老部落 难逃一劫 松茂部落的地滑现象 更是严重到要千春避难 随着离山地区的地滑现象 松茂部落几乎是家家户户 都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裂缝 我们实地用这个小圆球来测试 只要放在地板上 就会发现它会往倾斜的这一方来移动 那在山里面当然几公分的变化 这个不可忽视 它代表着这个长延累积久了以后 最后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这个部分 地滑威胁的不只是人类生活圈 还重创道路 这里是中恒公路109公里处 这里是一处相当严重的地滑区域 在记者背后的这一处挡土墙 已经发生了倾斜 由于长期的地层滑动错位 使得这里的道路必须一修再修 自然灾难快速地在山林蔓延 人工补强措施是否来得及弥补大地反扑缺口 如果每年都破百年纪录 那这个百年纪录就不对 所以表示我们对大自然的变化 还有很多不能掌握的部分 所以我们唯有 唯有这个顺应着自然的变化 顺应自然是古人说的顺天而行 但往往利益当头就可能被忽视 这里是福寿山农场 在记者背后一望无际都是高冷蔬菜园区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在收成之后留下一片黄沉沉的泥土 大雨一来完全没有水土保持的功效 中横开通 离山开墾 水者增加 绿色山头陆续消失 蔬菜它的水土保持能力比较差 因为水果到底它有点生根性 蔬菜方面我也是跟农友先导 所以尽量不要再开发下去 政府全面回收公有土地 禁止民众耕种高冷蔬菜 但大黎山地区私人所有的高冷蔬菜面积 高达197公顷 成为土石流防范死角 你把它开墾这样之后 一下雨水马上流走就形成洪洪 这个洪洪就会形成灾难 你夏天吃的我们的高增的高绿菜 每一口都是台湾的山林群肉 过度开发加上地滑问题 中横通过的山林和生活圈 还得面对异常天后的考验 无止境的人心愿望 似乎忘了天则英国 以及大地不断发出的警讯 长达有20年的等待 终于这群难民获得了英国的永久居留权 唐逆在快速行驶货车底下 紧紧攀住支架 距离地面相当近 看起来十分惊险 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船 根据英国媒体过去一个月 就有超过百位难民 跨越英吉利海峡 随着英国脱欧日期逼近 越来越多难民 急着在边境封锁前入境 人权团体忧心 难民问题日趋严重 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 也有人苦尽甘来 顺利进入英国 生活在塞浦勒斯英国军事基地 一名来自苏丹和三十多位 其他国家的难民 等待长达二十年 终于获得英国居留权 这群难民在经历长久艰辛生活后 总算可以在英国安顿下来 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体验新闻 今天我们台湾受到封面渔西南下 以及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在英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南是比较偏多一些 也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这附近 但是因为这一波东北风 也不算是很强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 其实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持续还是比较晴朗稳定 而且日夜温差比较大 另外就是空气品质 仍然是不太好 那么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时间 不算是很久 大概就是到今天晚上 那么接下来东北风 又会逐渐减弱 慢慢地转成偏东风 所以明天其实是有一点空档 虽然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洗晒衣物的话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因为接下来礼拜五 这个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 可以看到又有一波东北风增强 那么水气也会逐渐地增加 所以呢又会转成 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而且预计这一波的影响时间 是稍微比较长一点 大概就会从礼拜五开始 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左右 但是主要的影响范围 还是在我们的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的话 还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那么主要的变化就是说 第一个是湿度会提高 而且会转成有这个短暂生雨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温度也会下降 因为云量变多之外 这个白天的温度 上升速度没有那么快 那么另外冷空气南下 也让这个清晨 跟晚上的低温 会稍微的往下降 甚至不排除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可能会下降到 只有16、17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一波天气的变化 尤其穿着上要调整 记得多添加这个长袖 或是外套 那么中南部的话 虽然目前看起来 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但是还是要注意 日温差会比较大 辐射冷却仍然是比较明显 所以清晨也还是比较偏冷的 也都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么接下来到下个礼拜的话 可能礼拜会逐渐回温 但是要特别注意是下个礼拜 目前看起来也是有 这个强冷空气南下的讯号 所以慢慢的大家会感受到 冬天的这个气氛会越来越浓 因为这个慢慢的北方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了 所以提醒大家 未来的一个礼拜天气还是要持续的关注 那么冬天的衣服也还是可以慢慢的来准备了 那来看一下未来四周容易下雨的地方 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是在一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未来的这四天 尤其是礼拜五开始增强的这个东北风 虽然影响时间会比较久 但是呢 还是对我们中南部是比较不会影响到 主要影响范围还是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而且可以看到局部地区颜色是比较深的 所以基隆北海岸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会有局部这个可能雨势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已经封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大台北跟东半部 比较偏向东侧的地方 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另外就是温度还是比较偏低一点 大概就19到22度 所以晚上还是有点偏凉偏冷 骑乘这个摩托车 这个通勤的人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保暖 那么南部我们的高雄 屏東地区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达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明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比较回稳的 就我们东半部的这个局部地区 因为是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雨量还是稍微就很偏多 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 另外要注意就实际温度差比较大 晴晨低温还是只有19到23度 但是白天的高温会因为雨量减少 这个阳光出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中午高温可以上升来到26 28度 所以在白天是比较温暖舒适的 但是在早晚还是比较偏凉偏冷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是可以把握的短暂的空档 其实还依我相当的合适 但是明天晚上开始东北风又会再增强 那么礼拜五就会转成不稳定的天气 那么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而且不稳定天气可能持续到礼拜一 那么中南部的话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除了沿海地区风浪会变得比较明显之外 那么中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温差比较大 还有空气品质是比较不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家族 我们再会 感恩您的家族